一命二运三风水 中秋节的好时节 还藏着许多神秘而有趣的习俗 我们期盼已久的中秋节就要到了 八月十五的中秋节 它在民间的地位相当之高 是仅次于春节的存在 在老一辈眼中 2024年的中秋佳节不一般 五个生肖要躲月 指的拿五个生肖 如何躲 今年是甲晨龙年 一个在传统历法中 独具魅力的年份 并且还是无春年 即这一整年中并无历春之节气 同时 它又恰好是杨立中的润年 六十年一个循环 在这六十年一循环的宏大叙事中 甲晨龙年 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年份标记 更是宇宙间阴阳五星 时间流转规律的精妙体现 2024年的中秋之夜 有五大生肖 需在这一轮满月之下 进行一场静谧而神秘的躲月仪式 躲月并非逃避 而是顺应天时 以避其锋芒 祈愿平安吉祥 如何躲月呢 实则是一种心灵的修行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体现 也是希望通过躲月 人们祈愿家宅安宁 身体健康 事业有成 一 龙 生肖龙者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图腾之一 自古便被视为吉祥 神秘的存在 然而在中秋之夜 龙也要躲月 这一传说 或许与古人希望保护龙的形象 让他们远离月光的照射 保持安宁有关 二 猴 生肖猴 思维敏捷 反应迅速 然而 步入2024年的中秋佳节 这轮满月之下 生肖猴的朋友们 需怀揣一份别样的谨慎与雅致 遵循古训 进行一场心灵的躲月之旅 所谓躲月 而是寓意着在月圆之夜 生肖猴应适时调整自己的节奏 收敛一下自己的锋芒 要不然会影响一年的运势 三 兔 生肖兔 于中秋佳节之际 已遵循着古老而神秘的习俗 躲月 属兔之人 在躲月之夜 可以参与一些祈福活动 让生肖兔在中秋之夜 不仅享受了节日的温馨与欢乐 并祈求一年的平安与健康 四 狗 生肖狗最忠诚 然而 在月圆之夜 生肖狗也需遵循古老的传统 与自然的韵律 进行一场躲月仪式 在月圆之夜 它们不张扬 不浮躁 在默默中守护着心中的信仰与责任 选择了一种方式来度过这一夜的静谧与神圣 五 牛 生肖牛 自古以来便是农耕文明不可或缺的脊梁 牛在民间传说中 常被赋予吉祥 勤劳的象征意义 在中秋之夜 牛也被认为要夺月 这或许与古人希望保护耕牛 化身为吉祥与丰收的使者 成为了家家户户祈愿美好生活的象征 还有 在民间 中秋有四条机会需要规避 一是男不败月 在民间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 叫做男不败月 女不祭祷 意思是 男人不能在中秋这天败月 女人不能在腊月二十三祭祷 阴阳学观点认为 男人属阳 月亮属阴 如果男人败阴 会折杀阳气 也会消底阳气 而女人属阴 女人败月心愿意得 阴嫦娥曾经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爱情故事 她对女人的心思一懂 所以 季月的人多为女子 而民间女子在败月时 多以祈求生活幸福 婚姻为满 夫妻恩爱 缔结良缘为主 所以 女子败月多得应验 二是忌讳吵架 民间有老话说 中秋记口角 不记朝整月 意思是 如果八月十五这天不记口角 有争争吵吵一整月的说法 于是整个月里都会与人发生口角之争 中秋时节 本应是万家团圆千里聚首的日子 人们都应以和善和睦的心态度过这个节日 如果与人发生争执或争吵 不仅与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不相符 还会给本应团圆相聚的节日心情添补 所以 人们利用这句老话 规劝好事者 不要在节日期间与人发生口角 三是出嫁闺女不识娘家月饼 虽然中秋佳节 也是子女感恩念亲的日子 出门在外的子女 都在中秋到来之前 带上礼物看望父母 但是出嫁的闺女除外 因为就是民间观点认为 出嫁的闺女已经属于别人家的人了 需要在夫家与婆婆一家人团聚 如果出嫁闺女回娘家过中秋 那就造成婆家不能团圆 所以 按照习俗出嫁闺女 不能在娘家过中秋 老话宁留女一秋 不留女中秋说的也是此意 在部分农村 还存在吃了娘家月饼没公共的说法 其实 这是一句规劝的话语 因为有些想回娘家过中秋的出嫁闺女 娘家不好意思直接撵回 就想到一句带有诅咒的话语 规劝出嫁闺女回到婆家过中秋 四是进行风月之事 这句话的意思是 在中秋节的晚上 夫妻不一行风月之事 因为农历的八月十五 正是潮汐剧烈变化之时 人的思想和情绪会随着自然界的变化 而发生不可预知 不可把控的波动 人的生命和健康可能会随着 情绪波动发生难以控制的意外 而且 中秋也是祭拜嫦娥积月赏月的重要节日 如果航风月之事 月神会认为行为龌龊 会对月神显示出不敬之意 所以 中秋之夜 祭航风月之事 而且中秋时节祭婚假 是民间普遍认可的传统禁忌 因为民间观点认为 中秋并非大吉大利之日 在这一天 婚假夫妻难成家偶 不能百年好合的不良寓意 所以 中秋这天祭会婚假 那么 除了出一十五祭会婚假的因素之外 中秋祭会婚假 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当然有 这天民间级会婚假 主要是因为中秋里流传着 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 其实 嫦娥奔月并非一个美好的故事 而是充满着背叛 悔恨和思念的悲怅结局 为美好幸福的爱情 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为百年好合的婚姻 赤满了别离和不能重逢的悲伤基调 所以 民间观点认为 中秋并非大吉之日 反而有伤离别的预兆 故继会婚假 民间观点还认为 中秋继会婚假 源自于嫦娥奔月的传说故事 相传 月宫的主人是嫦娥 嫦娥是后裔的妻子 在第一年间 人间出现了十个太阳 这十个太阳一同出没 炎炎的烈日烧烤着大地 造成川河干枯 树木燃烧 不仅致使大地土壤寸草难生 就连人间的吃水都成了问题 天地发现人家疾苦后 特派后裔想反人间 解救苍生疾苦 后裔携妻子嫦娥想反人间 将嫦娥安顿好后 便与太阳交涉 后裔好颜相劝 让太阳每日只出现一个 但太阳仗着是天地的嫡子 并没有将后裔放在眼里 反而更加为非作歹 四处出没祸害人间 后裔看到太阳没有悔过之心 并不打算听从劝告 于是大功射箭 一连射下九个太阳 最后一个太阳因害怕 于是认罪求饶 并按照人间白昼规律出没 开始造福人间 但天地听说 后裔射死了自己九个嫡子圣路 并下旨不许后裔夫妇再回天庭 后裔夫妇只好留在人间 过着凡人的生活 但后裔不甘沉沦人间 他听说西山王母有不老神药 于是拔山涉水 冒着生死危险到达西山 并讨到了西山王母的一包神药 王母告诉后裔 这包神药一个人吃了能够重回天庭 但是两个人吃了只能成仙 不能两人同回天庭 后裔是一位敦厚忠诚的男子 他对嫦娥有着深厚的感情 并不舍得留下嫦娥 一个人重回天庭 于是就将这包神药 放到嫦娥书壮的匣子中 但嫦娥受不住人间的疾苦 一心想着有一天能离开人间 重新过上逍遥自在的日子 于是嫦娥在八月十五这一天夜晚 偷偷地拿出这包不老神药 吃下后身清如燕 冉冉升起飞向南天 当嫦娥快到南天门的时候 她受到了天庭仲仙的一致谴责 认为嫦娥背信弃义 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偷吃神药 背叛丈夫 不能从一而终 这样的人不配成仙 不配重回天庭 仲仙的谴责话语 让嫦娥羞愧难当 嫦娥只好重新回到月宫 在广寒宫里过着 孤独寂寞的日子 每日只有一个导药的白土 和一只蝉除相伴 古人诗下 嫦娥应回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心 就是描述 嫦娥因背离爱情 终日坐在贵树之下 暗自垂类 孤独终生的邪照 中秋佳节 是佳人团聚 共享天伦之时 中秋节也是一年中 开运转运的大好时机 把握住这个花好月圆的 大好时机 进行开运望运的话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来面对中秋 在风水上 大家要该做些什么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 中秋开运风水小贴士 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个 幸福快乐的中秋 中秋开运小贴士一 清理旧物 摆放植物 中秋节来临前夕 建议大家可以清理一下家里 把一些不用的旧物品清理一下 至于一些很有纪念价值 或者容易引发伤感的东西 整理好 收藏起来 中秋佳节 热闹喜庆 一些旧物很容易影响情绪 在风水运势上 也会一定的影响 清理旧物后 可以给家里多添几盆绿色植物 绿色植物充满生气 会让家里更加的喜气洋洋 风水上有助声乐 中秋开运小贴士二 既独处远离江湖 明月高挂 倒影在湖面 江面上的月亮 也是中秋佳节的一种漂亮景色 不过月色迷人 久不醉人人自醉 在湖边 江边赏月 尤其容易看得入神 而不慎掉入江湖中 这是极为危险的 尤其是独自临湖赏月 危险度更加的大 另外 中秋佳节 不是以一个人独出赏月 圆月寓意团圆 一人赏月 丝绸万丈 尤其刚刚在情场失忆的人 更加不是以独自赏月 应该融入亲朋之中 欢乐会让你忘记悲愁 中秋开运小贴士三 人多家旺 虽然中秋佳节 多为一家团圆 共享欢乐的节日 但是如果家中人口少 不妨亲朋 邻居聚集一堂 相互串门走动 中秋本来就适合热热闹闹的 家中人来人往人气多 是有利于家运兴旺 中秋是喜庆节日 人多的地方喜庆气氛浓厚 沾得喜气多了 运气 财运 桃花运什么都会好起来 所以中秋节建议大家都热闹起来了 中秋开运小贴士寺 拜月祈福 中国传统的节日很多 都每个节日都离不开祭拜祈福这个习俗 在风水上 中秋节日时刻以拜月祈福 祈祷家人平安团圆 年年五谷风登 有情人忠诚眷属等等许愿 人们都习惯烧香 摆放蔬果等等 在月下祈福 相传中秋节也是个求姻缘的好日期 月下求姻缘很灵 建议红线月下诚心许愿 接着红线贴身佩戴 好姻缘很快就到 中秋开运小贴士舞 声望财运 中秋节当天每家每户都热闹非凡 月亮也格外的明亮 所以屋里屋外的气氛都温馨幸福 中秋节财神闻热闹而出现 最好在家中财气未点灯 方便给财神引路 这样也可以给家宅旺财招运 也可以在中秋之后 带上声望财运的食品 如皮修 黄水晶 效果会大大增加 秋开运小贴士六 期盼姻缘 在中秋节中 这一天也是被视为 促进姻缘的好日子 如果在这一天拜月老 会有更大的机会寻觅到良缘 让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 所以这天可以准备鲜花水果来拜月老 在岸上再放根红线 默念自己名字 说出自己的心愿 齐请月老保护自己 可以找到理想对象 祈求月老赐给姻缘红线 将岸上的红线随身佩戴 置于皮包内 或置于枕头下 此日也适合穿上自己的爱情开运衣服 如不知道自己爱情开运色的话 就穿上粉色 依照前面方法穿在身上 像月老祈求 效果会很神奇 也可以在中秋节后 带上象征的爱情开运食品 如粉水晶 佩戴在身上 效果颇佳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